大家好 我这一盆长春花是从去年养到现在的 养了一年之久 而且也扛过了冬季 那么现在我观察了一下它盆里面 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那么这是一个好消息 你也可以回家看一下自家的长春花盆里面 有没有这种情况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它盆里面已经长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长春花的小种子 大家看这个盆里面这些都是长春花的小苗 为什么在盆里面长出这么多呢 因为这个长春花在开完花之后 它会结果这些小果实全部掉到这个花盆里面 那么到了春季之后 这些果实现在已经开始复苏 爆芽了 长根了 很快就能够长起来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像这种小苗还不适合给它移栽 那么我们在现在只需要做两件事就可以了 第一个就是保证这个盆土要湿润 因为这个小苗它不扛汗 如果一汗的话这个小苗一定就死了 所以这个盆土一定要保持在一个湿润的状态 对于这个长春花的小牙生长来说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在这个盆里面给它适当的补肥 这个长春花的小苗现在非常小 想要它长起来的话 这个养分一定是不能缺的 我们在现在就可以给它使用一些这个花多的一号 对水稀释之后对水累了稀释一些 做到一比一千五百倍左右再给它浇灌这个盆土 就能够让这个长春花的小苗快速的生长起来了 现在它只是冒芽了 连蒸叶都没有长出来 所以在现在这个养分浓度一定要控制好 春季是养长春花的一个关键时期 如果你家也养了长春花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盆土是不是和我的这盆一样 长了那么多的这些小苗 注意养护 然后我们就能够得到一大堆的这个长春花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